快捷汉语一加一 快捷汉语一加一 第十四课 结婚 第一幅画 词汇 未婚妻 未婚夫 抬 骄傲 结婚 服务员 开门 关门 欢迎 光临 对话 老李和他的未婚妻要去干什么? 他们要去买东西 老李和未婚妻为什么都抬着头? 因为他们很骄傲 他们要结婚了 商场的服务员在干什么? 他一边开门 一边说 请进 欢迎光临 那天的天气怎么样? 那天的天气很热 第二幅画 词汇 看上 马上 马上 正在 交 收 钱 对话 老李 老李和未婚妻要买什么东西? 他们要买结婚用的东西 老李的未婚妻干什么呢? 他看上了一条裙子 马上就穿上了 老李正在 老李正在干什么? 他正在 交钱 商场的服务员在干什么? 他在收 老李的钱 第三幅画 词汇 告诉 皮大衣 贵 便宜 价格 对话 现在老李的未婚妻在干什么? 他告诉老李说 他很喜欢那件衣服 那是一件什么衣服? 那是一件皮大衣 那件皮大衣漂亮吗? 是的 那件皮大衣很漂亮 那件皮大衣贵不贵? 很贵 那件皮大衣的价格是八千块钱 第四幅画 词汇 珠宝 首饰 而且 所有 花光 对话 后来他们又去哪儿了? 他们去珠宝首饰店了 那些珠宝首饰怎么样? 那些珠宝首饰都很漂亮 而且很贵 老李的未婚妻看上什么了? 他看上了所有的珠宝首饰 老李害怕什么? 他害怕未婚妻 把他的钱都花光了 第五幅画 第五幅画 词汇 拿 搬 提 拖 端 举 抱 背 扛 挑 别人 对话 对话 现在老李和未婚妻在哪儿? 他们从商场出来 正在回家的路上 谁拿着买来的东西? 老李拿着买来的东西 老李的未婚妻拿东西了吗? 没拿 他戴着买来的皮帽子 穿着买来的皮带衣 大热天 老李的未婚妻 为什么要穿戴这么多? 因为 他想让别人 看他买来的东西 第六幅画 词汇 晕倒 赶忙 扶 被 对话 老李的未婚妻怎么了? 他晕倒了 他为什么会晕倒? 因为天气很热 他穿得太多了 老李怎么办? 他赶忙 去扶他的未婚妻 他们买的东西呢? 东西都被老李 扔在地上了